近日,美军在伊拉克击杀伊朗高级将领苏莱曼尼引发连锁反应。 当地时间1月8日,在代号烈士苏莱曼尼的行动中,伊朗向美国驻伊拉克的两个军事基地发射了十多枚弹道导弹以报复美国。 北京时间1月9日凌晨,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美国准备好拥抱和平,不会再做出直接的军事回应。 美方此举用意如何?中东局势紧张又将对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格局带来什么影响? 1月9日,中国前驻伊朗大使华林明在接受中新网记者专访时表示,美方暗杀伊朗指挥官苏莱曼尼蓄谋已久,却未料到此事会引发伊朗乃至全球如此强烈的反应。 特朗普下令这个击杀他呢,就是美国要除掉在中东地区的一个敌人,除掉一个他的心腹之患。 实际上你从这个联合国现场,从国际法的角度上讲,美国这是个恐怖,我觉得这是恐怖主义性,他运用霸权,他习惯了。 但是我想美国绝对没有想到会引起伊朗和中东地区这些人这么强烈的反应,我看特朗普有点后怕,所以很快就想缩回去。 特朗普在怕什么?对此华林明解释,事件发生后,全球的油价金价立即呈上涨趋势,美国的经济随之受损,这是即将迎来大选的特朗普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中东这个石油拥有世界上石油的定价权,这次苏林明被遇刺以后,油价马上最灵敏做出反应,涨到68美元一桶,黄金价格也上涨,美国的股市下跌,这个时美国不愿意看到,世界的油价一上涨,美国的经济就要受到损害,尤其是特朗普不愿意看到,这一公升的油价涨了, 那特朗普的票,选票就没有了。 不仅仅影响美国,华林明表示,美伊局势紧张,同时会对全球经济的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中国能源对于进口油的依赖度越来越高,而且其中60%来自中东,所以现在这个情况下,中东地区有风吹草动,中国的经济会马上受到影响。 当然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我们国内的油价也要上涨,但这个仅仅是个表面的原因,就是如果真的就是油价上涨,股市下跌,黄金价格要上涨,整个世界经济会走入一个衰退的状态。 对于中东地区局势未来的发展趋势,华林明表示,美国和伊朗的矛盾已成为中东地区最大的矛盾,两国目前仍处于僵局之中。 他认为,在未来很长时期,除非发生新的变化,否则中东地区的局势不会有太大的转变前景。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